昨晚 台湾娱乐圈迎来了一场既喜庆又令人揪心的盛大庆典 知名歌手萧敬腾迎娶了他的经纪人林友慧 这场婚礼几乎汇集了半个台湾娱乐圈的明星大咖 现场星光璀璨 热闹非凡 然而 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时 一场意外的发生却给这场婚礼蒙上了一层阴影 10月13日 萧敬腾和51岁经纪人林友慧的婚礼 在台北高级酒店举行 现场众星云集相当热闹 但好事多磨 康熙来了的制作人詹仁雄离开时发生意外 疑似醉酒后不慎跌倒 受伤后血流不止陷入昏迷 其小16岁妻子紧急打了救护车 救护车抵达酒店后用担架将其抬上车并送往医院 据台媒报道 医护人员拿纱布包扎詹仁雄下巴除止血 只见他躺在担架上没有动静 手指夹着侦测血氧一气 救护车抵达医院后 詹仁雄的太太已在急救室外 然后急诊批价收费处 批价办手续 之后返回急救室外交集等待 詹仁雄昏迷数个小时后苏醒 他在凌晨一点多报平安 透露自己没有事 在肖敬腾婚礼喝太多威士忌 现在没事了 和老婆在回家的路上 肖敬腾的婚礼可真是波折不断啊 10月13日 这位大明星和51岁的经纪人林友慧 在台北高级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结果康熙来了的制作人詹仁雄 却在离开十一四最久不慎跌倒 血流不止还陷入了昏迷 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说起肖敬腾和林友慧 这对相差14岁的恋人 一路走来也是相当不容易 两人一直低调相恋 直到去年才官宣并求婚 而詹仁雄呢 作为康熙来了的制作人 也是圈内的知名人物 这次出席肖敬腾的婚礼 本想好好祝福一番 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意外 当时詹仁雄疑似喝了不少威士忌 结果在离开时不慎跌倒 现场人员见状 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很快抵达酒店 医护人员用纱布为詹仁雄 包扎下巴除止血 同时将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整个过程中 詹仁雄躺在担架上没有动静 手指还夹着侦测血氧一气 真是让人担心不已 好在经过数个小时的抢救 詹仁雄终于苏醒过来 他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还特意通过社交媒体报平安 透露自己没有事 只是喝太多威士忌了 他还幽默地表示 难得上头条 一定要介绍自己的太太 两人结婚八年 女方比他小16岁 还生了两个孩子 身材保持得相当好 詹仁雄幽默表示 难得上头条 一定要介绍他的太太 两人结婚八年 女方比他小16岁 37岁的他生了两个孩子 身材还那么好 詹仁雄在离开时 一直用衣服捂住下巴 估计是不希望 自己的受伤照片 抢了肖敬腾婚礼的焦点 他和太太上了车后 匆匆离开 看上去并无大碍 谈到年龄差距 肖敬腾和林友慧 也相差了14岁 两人一路走来 都不敢太高挑 直到去年才官宣并求婚 二人婚礼耗费数百万 光是那枚 13.33克拉的钻戒 就高达千万台币 有趣的是 两人过去预言会盯客 但肖敬腾的父亲放话 一定要尽早生小孩 不得不说老一辈的思想 还是很赚同 要知道林友慧已51岁了 在这方面 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两人邀请了600人到场 在众人的见证下 肖敬腾哭得稀里哗啦 当天晚上台北上空没有下雨 但肖敬腾和林友慧都湿了脸 肖敬腾称再不结婚老了后悔 只19岁认识林友慧 马上要19年了 也希望两人可以幸福度过下个19 以及下下个19年 网友们看到这条新闻后 也是纷纷留言表示关心 有网友说 詹仁雄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以后喝酒可要注意了 还有网友调侃道 这婚礼真是波折不断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总的来说 网友们对詹仁雄的关心 和对肖敬腾婚礼的祝福 还是占据主流的 这次肖敬腾的婚礼 虽然出现了小插曲 但好在詹仁雄已经苏醒并报平安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 早日康复 同时 也祝愿肖敬腾和林友慧的婚姻 幸福美满 能够一起度过未来的每一个19年 尽管婚礼尾声 发生的小插曲 让人感到一丝遗憾 但也提醒着每一位参与者 即便是在最欢乐的时刻 也要保持警惕 确保个人安全 总之 肖敬腾与林友慧的婚礼 既是一场浪漫的盛典 也是一次对爱情和友情的深刻诠释 肖敬腾是家喻户晓的乐谈与神 而林友慧却名不见经传 但事实上林友慧却为肖敬腾 付出了很多 在肖敬腾成为与神之前 生于台北的他 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父亲的生意失败 家庭生活十分拮据 作为家中七个孩子中的一员 肖敬腾的成长环境充满了压力和挑战 他的母亲是阿美族 父亲与爷爷则是来自福建省 这样的背景使得他在文化认同上 也经历了一番挣扎 青少年时期的肖敬腾 是个叛逆的孩子 常常逃课 打架 成为老师和家常眼中的不良少年 父亲对他的严厉管教 加深了父子之间的隔阂 虽然他的父亲出于爱对他施加管教 但这样的方式并未能让肖敬腾 感受到父爱的温暖 相反 他的内心愈加孤独 无法找到归属感 肖敬腾有严重的阅读障碍 在学校的成就不理想 他羡慕别人能沉浸在漫画书的世界里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直到音乐的出现 他才找到了一条出路 2005年 18岁的肖敬腾开始在民歌西餐厅助唱 逐渐积累了自己的歌唱风格与舞台经验 2007年 他参加了歌唱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 这次比赛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尽管他在比赛中有过低谷 遭遇淘汰 但他的表现也让他迅速成名 尤其是在对镇阳宗伟的比赛中 肖敬腾用其独特的嗓音与情感感染力 令评委与观众为之经验 最终获得了广泛关注 出道后的肖敬腾与经纪人林友慧的相遇 成为他音乐生涯的重要支柱 林友慧不仅是他的经纪人 更是他的良师义友 他的耐心与细心让肖敬腾在事业初期 得到很好的保护与指导 初出茅庐的肖敬腾 面对繁杂的演艺圈 感到无所适从 而林友慧则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他的前行之路 两人之间的默契与信任逐渐加深 成为彼此生活中的支柱 在林友慧的帮助下 肖敬腾迅速展露头角 评级专辑王菲获得了广泛认可 成为华语乐坛备受瞩目的男歌手 肖敬腾因不善表达 而被外界误解为不好相处 因此他的内心变得愈加封闭 而林友慧则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 成为他心灵的寄托 经过多年的相处 肖敬腾与林友慧之间的关系逐渐升温 彼此都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3年6月26日 肖敬腾向林友慧求婚 这一刻凝聚了他们多年间的情感与信任 他在求婚时表达了对林友慧的深情告白 承诺要与他共度余生 求婚成功后 他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这一席讯 表示将珍惜这段感情 肖敬腾在求婚林友慧时表示 林友慧不仅是他经纪人 还是他最信任的工作伙伴 可以说林友慧是肖敬腾背后的女人 在某种程度上 堪称是肖敬腾的领路人 据了解 此次肖敬腾和林友慧 会将收到的分子钱全部捐出去 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夫妻 再次受到网友好评 在前不久 一众台湾艺人表态立场时 肖敬腾站了出来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支持国家统一 这种爱国精神也获得不少网友称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